餅乾 餅乾的部分就是把麵粉 糖還有鹽巴奶油一起放到鋼盆裡面 用兩個刮板把奶油切成像米粒或是沙粒這樣子的塊狀 一邊切就是一邊撥凍麵粉 讓冰的奶油都裹上面粉 如果家裡沒有這種刮板的話 可以先把奶油用小刀切成大概一公分大小的小塊狀 然後再用叉子把奶油跟麵粉拌合 那切這個其實不用太多的技巧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話也可以叫他做 如果有食物調理機啊或是像果汁機之類的話 也是可以把它直接用攪拌的方式 那就是可能要確定食物調理機必須要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打的時間也不可以太長 可以用就是POSE的方式 就是打一下打一下這樣子把它打成就是細砂狀 奶油的話也沒關係 只是它的口感上就不會是酥脆的口感 它可能就是變成硬脆的口感 那我們要加一點水 冰水的加入就是要注意不要一次加了全部的冰水 這樣子才不會讓麵團過濕 那我加下去的時候我會先以這樣撥凍的方式 讓大的這個麵團去吸一些乾粉 所以主要是底部的粉都要全部吸上來 那如果覺得就是整個還是很乾 就是還沒有辦法成團的話 就可以再加多一點點水 大概加80%的冰水 如果能夠成團就可以不用加剩下的冰水 太濕的麵團的話會造成之後操作的困難 麵團差不多成型的時候最後我們再用手 那它的觸感其實是冰冰涼涼的 而且它是不太會沾手的 讓它把鍋裡的乾粉差不多都吸起來 用大的麵團把它吸起來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包在保鮮膜的中間 那這個麵團需要就是放在冰箱裡面靜置 冰至少30分鐘 冰跟酒也沒有關係 甚至可以冰隔夜 那這樣子的話麵團比較硬 之後會比較好趕開 在冰完之後因為麵團比較硬 所以可以用手的溫度把它就是 變得稍微軟一點點 它擀開的時候比較不會破掉 底下一定要墊一個保鮮膜或是烤焙子 因為這樣子的話它才比較不會沾黏 隨時都要注意麵團的底下要有一些乾粉 這樣它才不會跟墊子黏在一起 其實餅乾的厚薄依照個人的喜好可以調整 這個麵團裡面其實我們沒有添加任何的小蘇打粉 所以它其實不太會膨脹 你擀到多厚它烤出來只會比那個厚度再厚一點點 麵團擀開了之後 就用自己喜歡的餅乾膜去壓硬 壓硬之後呢可以在中間放上一點自己喜歡的果醬 任何口味的果醬甚至是巧克力醬都可以 那把兩片一樣形狀的麵團合在一起之前 需要用一點點的蛋液或是牛奶刷一圈 尤其是扁扁 因為就是扁扁的部分它就是要讓它合在一起 在餅乾的接縫處 我們可以這樣子用小叉子的方式把它加下去 那這樣子兩個麵皮就是可以黏合在一起 為了讓它表面的顏色就是比較漂亮 也可以就是刷上一點點的蛋液 那我們放進烤箱裡面用180度的火紋烤 大概10到15分鐘 那我們可以以它上色的情況再來做調整 10分鐘之後 如果它的底部已經微微有焦黃狀的話 那它就是已經是熟了 它可以吃了